這是我們的婚姻的聖經 那這一本大概有 這是民國92年的 那距離現在已經快8年多了 就是我會先讀一遍 我全部都先讀一遍完以後 我把它畫重點 然後寫上我的讀後心得 像這樣子 天啊 真的每一頁都有 那我讀完之後 我把這一本再拿給他看 然後我想分享就是 我自己看到裡面有一段 我只要每次跟他吵架 或心情快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講 妳就來念這一段文章 我在想說結婚之後 我不再只是我 而是兩個人 同一份信心 堅定 共攜手走往後的每一步路 就是要告訴自己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人會徬徨 人會覺得說 我到底做了這個選擇 到底是對還是錯 但是就是要告訴自己 信心是自己給的 不過妳剛剛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夫妻之間的那個互信基礎 我覺得回過頭來 要問一下婷婷 因為妳特別不容易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邵欣哥 他以前是那種花名在外 花蝴蝶 然後有很多段的感情 你們的互信基礎 你怎麼樣相信他 因為其實好顯示 因為我過去在日本 所以我其實在認識邵哥的當下 我並不是那麼了解 邵哥他的背景 跟他的過往 那我在剛剛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被我 周邊的朋友都唱衰 然後就一直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 他是個玩咖 你真的不要跟他在一起 之類之類的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很壞 你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 那樣子的人 才是最適合我 而且更有挑戰性 就是男人不愛 女人不愛 對啊 一直都很喜歡很壞的 因為我的前男友 他已經是很壞的了 所以我覺得已經 就是等於是 其實我的預防針 打得已經很夠 那這樣的男生 我也知道是要怎麼樣 家喻他 最主要是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讓這樣的人 他想跟我結婚 我覺得那個當下 其實我是 我是有一點就是很開心 很驕傲的 那是一種那種征服感 對不對 或是優越感 而且你要 你想我剛剛有講 我每次看到他在夜店 其實他就是 左邊大腿一個 右邊大腿一個 可是那些大腿上面的人 統統都被我殺了耶 試著做 試著做就會這樣 他要的就是贏的感覺 所以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是有一些 我是有一些快樂的 對 好 邱醫師 你聽到婷婷這樣講 她這樣的心態 健不健康 我覺得 大家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對 不過剛才講到信任 其實信任 應該講說 信任是來自於很多次成功的溝通 還有很多次他所承諾的 真的實現了 有小地方慢慢建立那個 對彼此的信心 才會有後來的信任 對 可是他一開始是為了想要征服他 想要比其他的女孩還要來得優越 是 這樣子好嗎 一開始 反正說我們說這個出發點 其實那樣是不好的 但是因為我們認識的地方 其實是夜店 我那時候當下也會覺得說 夜店有真感情嗎 可是後來這八年一路走來 我真的覺得說 我下輩子還希望可以再遇到你 所以完全沒有後悔 而且不斷不斷的對她 像剛才婷有講到一句話 不想讓孩子輸在起保點 那婚姻也是 但婚姻是說 其實起保點不重要 終點才重要 對啊 你們一起走到那個終點才重要 那能夠走到終點呢 我覺得閃婚的可能要 特別加速一個過程 就是比較透明的溝通 因為你們在認識的過程當中 都是熱戀熱戀嘛 那看什麼都是看對方的好 那所以就更需要一些 比較直接透明的溝通 例如說列一個清單 自己寫自己的 我喜歡什麼 我吃飯的時候 不喜歡人家做什麼 我睡覺的時候 不喜歡人家做什麼 就是盡量坦白的溝通 或者像文姨媽這樣子 他們有一個共同溝通的橋樑 可能就是這本書 他們婚姻的聖記 或一本日記 共同日記也很好 對 那個就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這樣直接坦白的溝通 其實對賞婚的人來講 會維持他們婚姻的穩固度 還有新鮮度 不錯 都是一些非常實用的方式 我們也來做個心理測驗 看看大家在婚姻當中 能不能吃得了苦 能不能夠內操又好用 來 我有四個圖案 假設你現在已經單獨一個人 旅行很久很久了 你最想要遇到哪樣的情景 最希望看到眼前的景象是什麼 A 也許口渴了 你看到的是一口井 B選項 看到的是一匹馬 而且是獨角獸 長得滿特別的 好 C選項 是在一片森林裡面 搭了一個還滿溫暖黃色的帳篷 帳篷中間放的是一個寶盒 好像金銀財寶的那種寶箱 D選項我們看到像是一個大操場 中間有一個城堡 也有一些花園 也有一個噴水池 也有一些樹 好 來 我們先請婷婷作答你的選項 B 獨角獸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一個人這樣旅行很久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說 好比說 有一個生物可以陪伴 就比較不會寂寞 再來就是我可以騎上它 它可不可以帶著我走 會比較輕鬆 讓你不要這麼的累 也許走路已經走非常久 有道理 李懿呢 我也是畢業 也一樣 兩位都是選獨角獸 OK 媽媽媽妳呢 老人都找穩定就好 去操場 去操場 然後人家中間還有那個城堡 媽媽媽選D 好 原來是為了穩定一點 為妳呢 我也是老人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皇宮裡面 應該會有仆人 還有什麼侍女 走進去就會有人端茶 對 好 加醋鼻非常的有意思 張秀 分別代表所要的意義 你們在婚姻當中 能不能刻苦耐勞 有沒有可能當阿信呢 來 永玲老師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沒有人選的A A的話 選A的人 其實你對婚姻的那種期待值 可以說是 慾望已經非常非常低了 你覺得說只要有水 可以生活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耐操指數 選A的是最高的 有90分 可惜我們沒有任何人選這個 沒有人 對 然後C也沒人選對不對 所以兩個最耐操的指數都被 都是 完蛋了 沒有人選 所以選C的人是怎麼樣 那個帳篷 對 帳篷他覺得說 我只要很累的時候 我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就可以了 有一個溫暖的家 避風擋就好了 對 所以這個耐操指數也挺高的 所以就是要揭曉壞消息了 好 選這個D有城堡的 選D的 其實你會覺得它是一個 很漂亮的花園洋房 代表說其實你對婚姻的憧憬 是有很多的這種 不管是物質上的或心靈上的 你的期待值是滿高的 滿高的話就 比較容易遭受到打擊 所以你的耐操指數 是40 真的 40 低於一半 可能要求太高了 可是我們已經超過頭了 可是我們必須講說 任何的心理測驗 都是測它當下 或者有人可能結婚了7年 17年 27年 可能覺得當下 有一點累了 想喘口氣 所以可能過一陣子再測 可能你們選擇又不一樣了 還是知足常樂 這樣已經不錯了 好 趕快 好 再來看到 李懿跟體型的選項 天啊 是 選馬的話 代表是說 你很想離開那個情境 好 完了 六月 還有我們少哥真的要特別小心 這兩個想要落跑 而且今天是我結婚 剛滿百日 我是不是剛落跑呢 沒有 結婚這算百日的 好 選馬的話 很抱歉 你的耐操指數只有 另外一半要趕快加油 自己也要加油 所以兩個人要同心協力 努力一點 不然日子過得辛苦 大家都不好過 老婆 你看你 不要再摸iPad的時間 你摸我還多 你看 所以要把時間多保留給你一點 謝謝邱醫師 不過邱醫師剛才有講到 一個很重要維繫婚姻的方法 就是說寫一個小紙條 列出你們彼此對彼此 生活習慣的一些條件 或者是也可以順便測試一下 你對對方了解有多少 現場我就要來出個難題 給我們李懿跟婷婷了 我們要現場來考驗 你們對於另一半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好 夫妻默契大考驗 我們要先從李懿開始問起 第一題 六月喝醉酒之後 曾經做過最瘋狂的事 不是 只要喝醉酒之後 開始胡言亂語 做過最瘋狂的事 我覺得我每次喝醉都很瘋狂 瘋狂的亂講話 胡言亂語 都把自己幻想成是一隻羊 第二題 六月最喜歡的化妝品品牌 面膜的話是路德欽 然後乳液應該是海洋拉娜吧 蘭麥爾的也不錯 然後 那個 施華寶貝的也不錯 我都還蠻喜歡的 第三題 六月睡覺以前 一定要做哪一件事情 他如意吧 睡覺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上網 摸愛陪跟喝啤酒 第四題 六月平常喜歡喝咖啡還是茶 Coffee tea or me 咖啡 無糖跟奶 所以他喝的是 黑咖啡 咖啡跟茶 我喜歡喝咖啡 不加奶不加糖是 黑咖啡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婷婷 請問婷婷 少欣最喜歡吃的水果 是什麼 水蜜桃 最喜歡吃水果好多種 香蕉 拔辣 木瓜 芒果 西瓜 水蜜桃 其實舉凡水果 他幾乎全部都愛 但他還蠻愛水蜜桃的 好 第二題 少欣最不喜歡你做什麼事情 往往會惹他生氣 晚上回家 幾點叫做晚呢 你們家的家規是 11點 我們最不喜歡的就是 他每天跟電腦在互動 少了跟家人的互動 第三題 少欣的口頭禪是什麼 蛤 可以 可以 可以講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消音 好 我們就看少哥怎麼作答囉 第三題 少欣的口頭禪是什麼 蛤 可以 可以 可以講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消音 我的口頭禪是 我們可以消音沒關係 好像是 第四題 少欣開了這麼多的餐飲店 對他店內最滿意的一道菜色 是什麼 那個 叫什麼 等一下 絲瓜蝦仁湯包跟肉乾豆絲 肉乾肉絲 對 豆乾肉絲 對 好 哪一的菜很多 如果真正嚴格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最受歡迎的 大概是我們的 豆乾 肉絲 第五題 少欣應該也有自己喜歡的偶像 他最喜歡的女明星 安氏奈美慧 有 因為我的關係 因為你跟他講得很像 不是 因為我跟他講 你一定要喜歡安氏奈美慧 很好 然後他就後來以後 只要有這個答案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安氏奈美慧 不然他就糟了 那只是純喜歡 還是說是性幻想對象呢 性幻想對象我也可以容許 如果是安氏奈美慧的話 沒想到這個女生的 最喜歡的偶像 還真想得出來 我也很想再看電視 其實我們 基本上有時候在 這個 這個 綜藝節目會有互動 其實我覺得滿大方的 應該是安氏奈美慧 好 掌聲鼓勵鼓勵 希望你們剛才的答案 不要影響到你們的婚姻 其實關於閃婚 有一些女人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他遇到一個男人 他覺得或許他會改變他 可是經過三年了 這個男人並沒有改變 這個女人又想 或許跟他結婚 這個男人會有一點改變 又過了三年 這個男人依舊沒有改變 後來這個女人又想 或許我生個孩子 這個男人會改變吧 一樣又過了三年 這男人依舊是不變的 那既然如此 當初何必閃婚呢 好 這段話跟大家分享 我們幸福相談所 下次見囉